让灯光照亮寒冷冬夜,13块 神游助你临门一角,7块 让菜板光洁如新,10块 拥有天使般的肌肤,3块 发现与创造的喜悦,无价 万事皆可达,唯有情无价 啊,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台词好像有点错误,再来再来 除刀万事,言认可达 大家好,我是言认社80,相信大家已经看过刚才那个小小的广告了 在这个广告里面,我讲了四种不同的油 我们来看看第一种,不好意思,这些都是英文的东西 因为我个人是在澳大利亚,所以我只能拿到一些英文的产品 但是这不阻碍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啊 这个是 paraffin oil 医生卖13块8 上面写着是什么,是lamp oil和lubrication oil,lamp 这里写着lamp oil and lubrication,润滑剂 然后也是拿来烧的 医生13块 第二部分是,其实是这个 这个是拿来喝的 这个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治疗便秘的 其实也是,如果你看这个英文 它其实也是刚才那个 paraffin oil 只不过这个是给你拿来喝的了 这个200毫升,7块钱 稍微贵一点 第三个 第三个出现的是这个宜家的 这个给菜板上面上油的这么一个油 价格是10澳币 大概50人民币啊 10澳币 500毫升 最后 婴儿油 婴儿油最便宜了 婴儿油500毫升多少钱呢 500毫升 这里看到没有 2块4 那你可能在想 哎呀,巴林今天在搞什么呢 怎么给我们介绍这么多产品 带货了 直播带货啊 不是的 这些东西 我只想说 它们其实都是同一种东西 中文叫做 石辣油 嗯,淘宝上面非常多 亚马逊 Ebay 本地药房 本地的这个 就是石辣油 它是一种石油的副产品 所以啊,所不同的东西在针对不同的市场的时候 它都会有不同的价格 那么我们在作为一个消费者在买东西的时候 必须去透过表面去看事实的本质 如果你把后面的这个产品成分看一下 你就会知道原来它们都是同一样的东西 买刀子其实也是这样子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 用什么钢材 是什么将人打的 什么将人磨的 其余的都不是太重要 好,那我们回到这个今天要讲的主题 今天到底我介绍这么多这种乱七八糟的这个 油啊 是干什么呢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说 我们可以拿它来代替这个 我们磨刀圈啊 对不对 万恶的磨刀圈 都会用到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任务春 也就是其实就是茶子油 这种油不便宜 一罐搞随随便便可能也要三五十块钱 一罐是一百毫升啊 三五十块钱人民币 我们卖澳洲的话是卖十三澳币左右吧 我也记不清楚 相比于最贵最贵的这个给人喝的这个石辣油来说 它都贵了至少有六七倍的价格了 这一百毫升十几块 这个最贵两百毫升是七块钱 贵了非常之多 但实际上他们的功效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为什么 你说一个油吧 插在这个刀子上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防锈对不对 油都是防锈的 所有的油都是 打电话了 老婆打电话了 喂 好的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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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说了 拜拜 那我们该在说什么 对对对 好 我们再说 这个油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防锈 所有的油都防锈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用 我们常用的什么花生油啊 什么橄榄油啊 这个为什么不能用 为什么必须要用这种茶油 或者就是这种石辣油 最重要的就是它不会搜 是不会变质 但是这种油长时间的放置在空气下 它不会氧化 不会产生异味 但是如果你是花生油 或者橄榄油的话 你放一阵子它就会搜 那我们肯定不想我们的刀子 沾染这种乱七八糟的味道 所以我们一直用这种任务春来代替 或者就是说来擦在我们的刀子上 但是同样的石辣油 它也不会变质 因为它是可以拿来擦在菜板上的 像宜家那个 宜家那个你看 宜家那个它都画在这 首先它是可以放在菜板上 那么自然它就不会变味道 如果变味道了 你的菜板不就没有用了 都臭掉了 同时呢 它也是没有毒的 其实任务春 它也是不能拿来作为食用油的呀 你看它这个后面写着 这食用油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它们是都是可以碰到嘴巴的 就是你吃一点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只是不要大量 那婴儿油 婴儿油 对不对 它的成分是石辣油 它可以擦在皮肤上 它一定是没有毒的 否则你敢给你的小baby擦吗 拿来喝的 拿来治疗便秘的东西 那它一定能够喝了 而且它不会给人体掌声反应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食辣油一用 食辣油更好用 第一它不变质 第二它无毒 我们 这就是两条最重要的 在我们在选择 什么样的油 能够给我们的刀子 来插在我们的刀子上 插在我们的木头上 刀柄上 就看这两条 就是什么来着 无毒 不变质 所以知道这两点以后 那我们就不用省着用了 对不对 像这些 我们都经常拿这种油 来插在这种 埔木刀鞘上 因为我们不怎么卖埔木 但是如果有的话 我们都会 都会插 为什么呢 埔木特别容易脏 所以你看 插过以后 它的颜色是会深一些的 就是拿来保养木头 插在刀子上 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用很多 就不用担心什么 这个东西有点贵啊 或者说 这东西不好买啊 对不对 经常像淘宝 我知道我们自己是经常 有货没货的 因为这玩意不好近嘛 但是实辣油 特别是医用实辣油 在淘宝 在Amazon Amazon就是medical grey mineral oil 在澳大利亚的话 可能我发现最便宜的 还是宜家的这个 这个油最便宜 因为 亚马逊 亚马逊 可以实用 那么在它的这个工业生产中 说不定它可能 它那个机器用 用来生产过别的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不知道 所以那么安全起见 我们就去买 可以实用的 那当然 这个油 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种用法的 那接下来在以后的节目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 详细介绍一些 我个人一些 特别喜欢 把这个油 用在的一些地方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 那么好 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一个很好的能够替代任务春的这么一种产品 那就是医用石蜡油 paraphen oil or medical grade mineral oil 也希望帮助大家省一点点钱 其实都不是省钱了 主要是说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地方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很完美的替代品 它更便宜 它更好用 它更容易得到 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那同时我也希望 大家从这个节目里面 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那么也不妨给我点一个赞 最好可以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